在患上癌症之後,每個人都會陷入悲傷之中,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自拔,並且認為自己已經沒有活著的時間了。 但是這樣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,因為現在癌症患者也有待癌生存甚至是康復的,所以不要放棄,還是有希望的。 张强,37歲,在10年的時候患上了胃癌,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認為沒有希望了,但是7年之後,他卻健康地出現在眾人之前,那他是如何抗癌成功的呢? 一、保持樂觀心態,對於一個癌症患者來說,心理的問題是最重要的,因為只有心態調整好了,心情才會放鬆,這樣有助於自身免疫力的提升和抗病能力,才會最大程度上抑制癌细胞的活性,有效地防止癌细胞的生長擴散。 二、增強自身免疫力,雖然現在還沒有找到徹底治癒癌症的方法,但還是有很多抗癌的方法的。 張强在得知自己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,就沒有接受任何治療,打算回家度過最後一段時光。 後來他的朋友給他送來了希望,說每天吃合金肝就可以,療效很好,於是他便決定試一試。 沒想到沒過多長時間,他的身體就發生了很大的改善,免疫力也提高了,癌细胞也在一點點減少。 合金肝富含多糖能夠提高人體的免疫力。 通過增強巨噬細胞,自然殺傷細胞和細胞毒性T細胞的功能,間接殺死肿瘤細胞,也可以通過巨噬細胞,T淋巴細胞釋放,能抑制或殺死肿瘤細胞的細胞因子。 癌症患者應該是向死而生的,因為只要有一線希望,就會抓住不放,因為也許錯過了就不再有機會了。 所以對癌症患者來說,不要只想著自己的剩餘的生命,要勇於爭取更多的時間,這樣才是負責的表現。 çar乾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